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很多朋友追着我们节目看 很感谢朋友们的关心 非常感谢 这个反正不是一次了 有一年我印象蛮深的 有一年是蜜蜂和可乐瓶放在那 那在山里面 然后蜜蜂飞到那个可乐瓶里头了 可乐瓶就在那放 那种桶装的 不知道一喝把蜜蜂给喝了 然后钉在这地方 然后那是太疼了 但是呢都是这么过来的 这么多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很多人可以相信 不一定相信了 相信不相信 我觉得无所谓 因为这东西都是自己的事 那你朋友觉得说 哇塞 这么你还那个如何如何 这个 我们就是尽自己最大可能 OK 川普这是我们 这是今天出来一段分析 示意图 这段示意图 他把时间等同对等起来 就是展示了当时开枪时的状况 应该前两枪都打入耳朵了 那第三枪呢 离开距离 因为川普就躲开了 就一躲开了 那自然就躲开了 非常的命运 非常的神性 我相信川普自己也看过这东西 因为包括他的自己在推X上的账号 都转推过这个 所以跟大家演示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就这个部分 在他打枪的 大家就可以看到 那个显示的那种情况 也就是说 距离美国内战就0.05秒 有人这么讲 其实距离 就是这是一种神迹 这个没有任何人 为什么我说 有时候说涛哥嘲讽那些科学论证 你去论证他 为什么可以没死 你去论证他 这根本论证不了 对吧 大家唯一感触这就是命运 那命运是什么 命运是在时间的背景之下的一种安排 对吧 而命运是不能被科学所论证 说涛哥你反科学 没有 科学太狭隘 是现在太多人把科学当宗教崇拜 而这些人在社会中 在环境中又有极具影响力 而影响力的问题 就是在科学基础上 实现了他的欲望的梦想 那在很多人眼睛里 欲望的梦想 那欲望的梦想是什么 就是钱 房子 老婆 白马王子 对不对 就是这些东西 所以他认为这就是天经地义的 那他就自然会忽视人的神性的那一面 所以这是我想 就是那你这么去做的话 那你有钱 你比川普有钱吧 川普的股票涨了33%吧 今天我没有看 昨天涨了33% 就因为这一枪打的 这种股票就这样 对不对 那如果这种情况下 你会看川普的股票 还往上涨 所以就是这样 你说他真实的价值到底有多少 我不知道 他货选总统之后呢 那他就是总统自己的一个社交媒体 你说他值多少钱 你说他值多少钱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股票这玩意儿真的骗人的家伙 我不开玩笑骗骗巴菲特 你给巴菲特提鞋你够得着吗 跟他吃一顿饭你还得给他钱 那不是骗的吗 就是骗的把自己当商品卖 把他当成神式的崇拜 就是人们没有自我的尊严 去追逐这东西 去追逐这东西 他非常命运的就是 他正好说那些说 今天让我们看看发生了什么 这是非常命运的 就打他的时候 今天让我们看看发生了什么 这是一种天意 他讲的就是这句话 那发生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 正打他的枪 一切世界就改变了 这个世界改变了 据说在国内几亿人看这段东西 这就是命运的本身 我相信任何人都不会有其他的 就是你怎么去解释这东西 很难解释 那结果在白宫呢 就出现了很 这是在白宫 举机手上了白宫房顶了 现在白宫可热了 现在华盛顿DC 我去过当年7月20号 1999年7月20号去过华盛顿DC 39度是41度 太热了 那可不是一般热 就这7月份在DC 真的 那个一般人根本都带不了的 结果穿那种警服在上面 就是我跟大家更新了 这个孩子呢 就出现另外一个状况 这个孩子 他其实是拿了他父亲的枪 那AR-15是他父亲的枪 买了50发子弹 然后他拿着枪跟子弹 徒步走了一英里 徒步走了一英里 周边碰到了很多人 所以这就是真相所展示出来的 然后在他的车里 发现了一个炸药包 是放在一个铁盒子里 是炸药 炸药里头有雷管 有起爆器 雷管 那起爆器呢 有遥控器 这孩子身上带有遥控器 这现在就提出疑问说 他是不是有助手 他有没有帮凶 有没有助手 因为有遥控器 有炸弹 有所有这些东西 他怎么解释 对不对 他的邻居跟他的 他的邻居什么 都是对他了解不多 他父亲到现在没有更多的说法 没有更多的说词 这是一个比较 我们看到比较更新的一个明确的消息 还有一段大概 与此同时呢 在这段 结果今天 这都跟着相关了 结果今天在这个 共和大会的外面 离他很近 有一个人被警察射杀了 那后来细节呢 应该是 这个人实际是一个无家可归者 吸毒的 他拿了两把刀子 应该是这个 不是很长的餐刀 但是他去攻击了警察 在他攻击警察过程中 八个警察开枪 给他打了 他八枪 打死 这个消息是当地的电视台报的 那然后讲述 警察因为所有警察都在 那他也加强了警卫 这就成认为这件事情 跟这个共和党大会应该没有关系 但是因为风声鹤唳这种场面 让警察觉得很可怕 很害怕 他是个吸毒者 是个无家可归者 但是一开始报道的时候都没有报道 一开始报道就说 在共和党大会的地方就出现了 就是出现这个场面 这里面还有一个更新 就是这个 佐治亚州的这个case 我们就放在一起了 因为他没有什么太多的 这case跟我们预料的情况差不太多 佐治亚州的这个上诉法庭 推迟了这个威利斯审理川普案子 就是给我感觉像无限期推迟 就完全推迟到大选之后 那这个案子就等于基本上办废掉了 也就这个就没戏了 因为这是个地方的案子 他法律上讲呢 他不归司法不管 是他地方的佐治亚州的 应该佐治亚州的相关的机构 能够管理他 但他的法官并没有撤销此案 那个那个麦凯叫麦凯菲 法官没有撤销此案 但是这个案子无限期推迟呢 给我的感觉还是那样的 一般的法官 正常的法官 他不愿意看到 在最高法院做出裁决之后 在川普遭到这样的枪击之后 让川普成为美国共和党的竞选者 总统的一个竞选者 然后带着他一个未接的案子 再走下去 再走下去之后 那以后这个案子没完了 那就是跟当年就是现今的川普总统 跟总统在打官司 而总统的官司说这个案子是 白宫就是他的这个黑团中心 黑伙中心 这个从任何一个角度上 都去很难去解释这个场面 那这段消息呢 就是这个 这是CNN今天做的一个分析 通常在这个时间点 就是共和党大会召开之后 他们都会做一个分析 这是一个他政治评论当中的内容 分析这个人呢 这个人叫Kevin Keane 是原来美国CNN 驻白宫的长期的记者 他是个很老牌的记者 这个20年前就看他在白宫 所以他做出最终的分析呢 川普现在 就是川普现在 起码可以拿到 330张以上的票 270张就是一个 我们知道就是270张选票 就是一个获胜的选票 那330张的就是 被他称为叫是一种学习式的 就是洗礼式的 然后他就分析了 今天所有在这个有争议的关键州呢 完全都是导向了川普 基本上这个东西呢 跟我们分析的跟大家讲不一样 我一再跟大家讲 美国大选结束了 整个故事也都结束 就是这么个状况了 这是非常命运的一枪 对不对 那这就是 就这么点事 那拜登 依然拜登重新开始竞选 白宫也 也没 也否认了 其他的说法 那民主党人呢 去冲击拜登 想换人呢 也已经不再提了 换人事也不再提了 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那这个东西时间就这么多 对不对 你往下耗下去 就耗没 就耗没了 所以应该看呢 拜登就是拜登了 除非拜登身体再出状况 但是有一点 涛哥完全跟大家讲 七月份会出大事 所以大家就会看到这种故事 七月份出大事呢 改变了美国 改变了中共国 改变了一切 就是这么定玩的 七月份出完事情之后 八月以后 就按照七月份 所出的事情 再衍生发展 之前的故事 全都结束了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